其实每次吃我都觉得好惊艳 因为真的很好吃 手做肥皂也都很精致 然后有不同的味道不同的款式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爱卜罗索的产品 那我觉得在这样子温暖的节日 也带给唐宝宝一些温暖力量 邀请工艺大使林伯红 拍摄母亲节祝福影片 同时号召社会大众支持 基金会庇护商店产品 唐诗证基金会连续五年 在母亲节前推出宋爱蛋糕认购活动 但因为疫情告急 今年一万份的目标 目前达成率却不到四成 针对今年的母亲节 我们爱卜罗索 有和知名的一支香 蜂蜜推出了龙眼花蜜的蜂蜜蛋糕 然后这款就是经典的 他们最有名的经典蛋糕款 然后去年有第一次合作 然后受到非常多人的欢迎 那今年呢 就是我们这一款呢 除了是我们可以在门市 还有我们的那个店上通路 可以买到 我们也就是把它当作 我们的宋爱的就是蛋糕 那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我们其实这档母亲节 不只是销售 还有我们就是希望 可以达到宋爱的那个蛋糕数量 其实都影响非常的大 就是距离所期待的目标 都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那也希望可以透过 就是这一次就是的呼吁 可以希望让更多民众 可以来支持我们 那我们这个蛋糕 就是可以一直募集到 5月2号 然后因为今天母亲节 是5月8号嘛 那希望就是对那个 就是想要在这个母亲节 买一个蛋糕 然后送给心爱的妈妈 然后就是或者是 想要就是支持公益 然后就是 就是来这边付钱 然后不把蛋糕带走 然后我们这个会把蛋糕 就是送给那个 有需要的家庭 像经济落实的家庭 特教生的家庭 然后希望可以帮助 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 我要介绍 蜜甲西义 柳叶花蜜 高骨盒 认真介绍母亲节限定的 蜜糖心意 龙眼花蜜蛋糕 除了接待客人 唐宝宝们也会帮忙包装饼干 将饼干装箱出货 认真工作的模样 让人感受到唐宝宝们所付出的努力 而除了母亲节蛋糕 爱不罗嗦庇护商店 还推出各种精美礼盒商品 也非常适合送礼 今年的母亲节 除了蜂蜜蛋糕之外 我们也推出了很多款的礼盒 那里面其实都有我们 唐宝宝制作的手工饼干 很多的商品可以供大家挑选 那我们也可以依据 那个客户的需求 我们也可以客制化 然后把那个客户的比如说像价格上面的需求 或者是口味喜好上面的需求 然后我们可以依照 就是这些需求 我们可以把那个孩子的手工饼干 放到那个礼盒里面去 然后有非常多的口味 然后可以供大家挑选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我们爱不罗嗦 基本上我们爱不罗嗦算是庇护商店 那目前唐宝基金会底下的爱不罗嗦 我们有四家庇护商店 那每一家商店都有六到九名的庇护员工 那基本上这些孩子到这边来 他们就是可以帮助他们自立生活 他们来这边上班是有薪水的 那也会有年终奖金 然后也会有劳健保 然后其实一般的身心障碍者 如果他们没有就是出门 就是学习或工作的话 其实出了学校之后 其实退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可以帮助他们就是 透过职能的训练 透过每天那个反复的工作 然后还有我们会安排一些身心调试课程 然后跟客人的应对进退 然后帮助他们 不只是延缓退化的速度 甚至会有一些进步 然后也让他们的家人 比如说可以喘口气 或者是让他们家人可以 有正常的生活 他们可以去工作 他们可以去有 他们正常的社交 所以其实我们希望就是 可以透过庇护商店 或爱不啰嗦 这样一个就是 就是这个品牌 或者这样的经营管理 然后可以帮助更多的庇护员工 尽管受到疫情的冲击 唐宝宝们还是认真工作 努力生活 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发挥爱心 踊跃认购母亲节蛋糕与礼盒 为弱势族群与唐宝宝们 注入双倍爱的能量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